青蛙老师讲故事 你把水桶加满了吗? 桌子是卡罗尔·麦克·劳德 由大卫梅辛所绘图 故事要开始啦 在世界各地 每一天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个隐形的水桶 你看不见它 但它就在那儿 你有一个水桶 你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水桶 你的爷爷奶奶 你的朋友邻居也都有一个水桶 人人都有一个隐形的水桶 隐形水桶只有一个用处 那就是用来装 当你对自己的好想法和愉快的感觉 当水桶满满的 你感到幸福和快乐 当水桶空空的 你感到孤独和难过 其他人也和你一样 当水桶满满的 它们会快乐 当水桶空空的 它们会难过 拥有一个满满的水桶真好 它是这样的 你需要别人装满你的水桶 别人也需要你装满它们的水桶 那么要怎么装满一个隐形的水桶呢 当你表达对别人的关爱 当你说了温暖的话 做了友善的事 当你给别人一个微笑时 你就装满一个水桶 你就是家水人 家水人有爱心又体贴 它们说好话 做好事 让别人感到很特别 当你让别人感到特别 你就是在装满一个水桶 但是 你也会从水桶中 咬走愉快的感觉 当你取笑别人时 当你对别人说了难听的话 做了不好的事 当你互视别人时 你就是在把水桶咬空 你就是咬水人 欺负人的人 就是一个咬水人 咬水人总是说些难听的话 做些不好的事 让别人感觉糟透了 咬水人的水桶空空的 它们以为要空别人的水桶 就能装满自己的 但这根本不管用 当你咬空别人的水桶时 你永远也装不满自己的水桶 可是 你猜什么的 当你装满了别人的水桶 你也会装满自己的水桶 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也会快乐 每一天 我们所做的 和我们所说的 不是在装满别人的水桶 就是在咬空别人的水桶 试试去装满一个水桶 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爱爸爸妈妈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 你还可以说出 爱他们的原因 这些温暖体贴的话 会马上把他们的水桶 装得满满的 看 微笑让他们容光焕发 你也跟着笑了起来 微笑 是一个水桶 被装满后最好的证明 如果多加练习 你会成为一个 很棒的加水人 只要记住 每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水桶 想一想 说什么 或做什么 能把它装满 这儿 有一些好主意 你可以微笑着 向公交车司机 打招呼 他也有一个水桶 你可以邀请 新来的同学 和你一起玩 你可以给老师 写一个感谢便条 你可以告诉爷爷 你喜欢和他在一起 装满水桶的方法 有很多 这既有趣又简单 与你的年龄无关 也不需要花钱 更用不了多少时间 并且要记住 当你装满了别人的水桶 你也装满了自己的水桶 当你是加水人时 你的家和学校 还有街房士林 会因你而更加美好 装满水桶 人人开心 那么 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做一个加水人 只要每天一开始 就对自己说 今天我要做些事情 来装满别人的水桶 而且在每天结束时 问一问自己 我今天是不是装满了 一个水桶 是的 这就是加水人的生活 这就是你 各位大小朋友 你把水桶加满了吗 每天向别人表达善意 传递感激和爱 就从你我开始哦